大家好我是莊錦鳥老師 今天呢 Ganigren is here 找一些朋友來探險 從網路上找到一個 很特殊的暗黑料理 怎麼那麼 青蛙咖哩飯 在場有沒有人敢吃 那我們現在人已經在這個地方了 博愛一一圓 Google評價我查過 4.7 高耶 這東西應該蠻猛的 可是就唯一那道料理 會讓人家揪心一下 沒關係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它到底是不是那個味 蛙味 蛙味 OK那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又到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再請大家幫我們分享 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了加入我們Youtube會員 跟追蹤我們IG 5 4 3 2 1 OK Check it out 哇 哇 看起來很不同 我們料理已經上來 暗黑料理 料理 來第一位 新車 第一位 立揚 什麼樣的吃法 才會補顯它的美味 老闆娘我要從哪裡開始吃 今天有沒吃過啊 這個咖哩飯就只有老闆娘沒吃過 客人的這個而已 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做錯的 那一張有處理起來了 那一張有過空了 直接從頭吃下去 那是頭砍掉的 頭砍掉的 你要先從它的右手還是它的右腳 因為腳比較肉 好 好 脆 脆脆的聲音 你沒有骨頭 有啊有骨頭 好快 滿嫩的耶 很像雞肉 因為用炸鍋所以酥酥脆脆的 還不錯 好像吃鹽酥雞的 你本來的動作是刺腳就好 有啦 好吃 你沒吃刺腳 你幫我吃咖哩飯 你也要好吃 這樣 對 你也要賣魚大亨 你不吃起來 我不是沒問題啦 這樣吃 我都不怕 脆 我吃會脆 脆 欸就很像雞肉啊 要不要吃吃看 吃啊來來來來 我要把這個小雞吃 都會細胞 要自己的 這好吃嗎 那你要怎樣 好吃嗎 喔 有啊 有啊 大家的反客都不錯 看你 這是最大雞的 最大雞的 大雞腿 就肉 都肉 對啦 好脆喔 好脆喔 我的骨罐真的很香 來啦來啦 我直接來囉 女生這樣吃就對了 全都多了 所以它吃到的部位 是果凍比較多的 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 你不要整隻吐出來 對啊 不要整隻吐出來 我都看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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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嘴巴中咀嚼很久 哈囉 你還算骨頭的數量 來來我幫你算出來 你的舌頭真的是有感受耶 哇 好老公 所以我們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可 Britney 老闆娘 我在哪 老闆娘 這邊 不要 你好老闆娘 這幾名 這個咖哩飯就只有老闆也沒吃過 客人也有吃過 各位 然後再來咖哩的味道 滿濃 我之前就日本人吃過類似那種感覺 有有有 很濃 很濃 這個蛋是撐蛋改樣版麼 要吃嗎 一定會一起炒 也稍待 好 專業吃貨你這個 都給你了 好吃嗎 評價這個咖哩濃度通通 濃度是不是 瓜 瓜 好吃耶 瓜耶 已經濃入到那個 你不知道 我會酸膏膏耶 吃的膏耶 我會吃辛苦了 我會吃你吃的 吃的 都不吃娃娃 辛苦耶 來來 多吃喔 來你過來 什麼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你不要以為你剛剛去上廁所 我就逃過一劫了 並沒有 你又不怕耶 這麼處理耶 它吃起來感覺 比較像雞肉 真的是雞肉 如果沒炸過你直接吃的話 味道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吃起來真的像雞東 你要吃一口 吃什麼 因為加了咖哩味 基本上就比較像是雞肉咖哩 或豬肉咖哩的感覺 比較不會有直接 面對那種青蛙的感覺 身體耶 身體來 這個身體 應該不會吃下去 晚上周二夢 不會 不會喔 還是會流口水 吃個丹喔 感覺你吃的滿開胃的 真的滿好吃的 了解一下咖哩 它好分心口跟甘口 它的咖哩應該是心口的 不是那種甘口 它是不辣的 嗯 不會啦 沒什麼 咖哩味道還滿香的 對 沒那麼舒服的耶 嚇死了 吃啊 我還是有點怕嘛 然後我就吃一點點 咖哩你就敢吃了吧 它絕對刺死了 我說咖哩絕對你敢吃吧 咖哩我敢啊 對啊 我只要以為家寧耶 家寧他會刺死 把它吃完了 我會怕啦 我還是會有點怕啦 真的假的 我不要吃太多 我不要吃太多 可以加一點嗎 你們不是說很好吃嗎 對啊 我吃蛋 我吃蛋是不是 好 我吃蛋 這裡哪有蛋啊 這裡啊 喔 糖心蛋耶 我飯吃不了那麼多啊 那你就吃青蛙就好 而且它的咖哩飯是限量 青蛙我已經吃了半隻去了 這隻半隻給你啦 你先把它挑戰完啦 心裡恐懼 那怎麼會吃啊 那怎麼會吃啊 吃得還好 我這樣沒有怎麼挖味 它的肉沒有很多對不對 可是就是骨頭比較多 叫的肉多 骨頭比肉多一點點 真的吃得很 很仔細耶 好啊那你就好啊那你就好啊 好人生就這樣就好了 開心了 最好啊 一定會成熟 人家很好吃啊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啦 保美豆腐 保美豆腐 還有紅燒的 還有清燉的 清燉的 清燉的比較好吃 清燉的比較甜 清燉的比較好吃 清燉的 打個粉耶 夠了啦 那老闆娘在這裡要打嗎 再叫我打嗎 不會 要叫我打 再老闆娘就打了 打個粉 麻糬的 我們以恐懼程度 我覺得 蠻常吃的恐懼 你已經恐懼了 對喔 我是 零到十分 三層恐懼而已 三層恐懼而已 對 心裡還是怪怪的 如果你沒有跟我講說這是什麼的話 我可能 正常吃我會覺得像雞肉 如果沒有形狀出來的話 如果你把它全部骨都拉掉的話 變成超三杯那種 對對 骨頭都去掉 變成肉 這樣我就以為是雞肉 超三杯那種就還好 對 國四耶 零啊 零 你也零 我們都是零 都不怕 你咧 我應該一半吧 五層 可以吃 但是又會參加一些 心裡 一點點 對 難怪你第一口吃完就刮 刮 刮 怎麼那麼不像喔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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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恐懼程度不一樣喔 我第一次吃炸的 人家至少我第一次外面聽到人家是生煮火炮的 或是沾辣醬 它這個是結合咖哩就很有狀態 對 它炸的真的很好 對啊 很酥很脆喔 那我們就是挑戰成功囉 OK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挑戰什麼特殊的黑暗料理 都可以底下留言跟我們講 他們都很冷啦 每一個都很冷 都收衣服都沒在怕 對 我其實還蠻怕的喔 說不定我等一下不買一隻生的給嘉宁 再做給他 有意喔 有意喔 才有一斤喔 對喔 快一點喔 太燙了 去台北的處理好吃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還沒訂閱關注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來 刮一下刮一下來 刮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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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現在過年時間沒開了 對 沒家庭的你們當主持 哇 那可能 就應該我起了 我自己殺了 我自己殺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做青蛙料理給嘉宁吃的話 底下留言好不好 告訴我 我就來做一個黑暗料理給嘉宁 等一下今天沒開 可是我可以想辦法弄出來